有网友在靠北奥克这个粉丝专页上跟大家分享 他说自己是一名 眼水机老板 这天在跟顾客结账的时候 发生了一点状况 由于事后客人态度相当不好 所以老板决定将这件事 发到网路上 请网友帮他看看问题的正结点在哪 你曾经在找钱的时候 遇过如何把零钱凑成整数的困境吗 一开始只是500到9 零等于410这么简单的数学问题 没想到后来近年变成难倒无数网友的赚赔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名女客人先向老板买了90元的眼 水机付了一张500元钞票 老板找他410元 后来女客人说 我有90元零钱 你把500元还我 老板一言将500元还他之后 觉得有点不对 想再跟他收90元 女客人却当场破口大骂 不是啊我90就给你了 你还要再跟我收90 你这样不是收我两倍钱吗 你生意这 做的吗 老板拿出计算机想跟他解释 却又被这名女客人阻止 那是你的计算机挨 我怎么知道你算出来对不对 老板本来想请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来算 他却一秒拒绝 到这里事情还没有结束 这时女客人的老公出现了 他也买了一袋90元的盐水机 他了解完事情经过之后 看似比较理解来龙去脉 所以就帮他付了90元 但在他们离开之前 老板发现男客人还没付自己的那部分 锁 已又跟他收了一次钱 整个过程中那名女子都很不高兴 在男子付完钱要离开时 女客人甚至撂下狠话 什么店啊 我们下次不会再来了 留下受了惊吓的老板跟员工 大家看出这件事的问题在哪了吗 答案是 这是女客人的错 他有90元的零钱 就应该跟原本老板找他的410元 零钱一起拿给老板 跟他换回那一张500元钞票 所以虽然最后女人的老公有付钱 但老板还是亏了500元 410元的现金跟价值90元的盐水 机 但老板自己其实也算错 他不应该只跟女人加收90元 而是应该加收410元采取 语音 va 语音 Phoenix 语音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